记者蔡章胜新竹报道,新竹虐童案进入第三天,生母下午出面表示,她的孩子并没有歪转的特殊疾病,更不会随意大小便,网友的以讹传讹让她深感受伤,因此决定出面辟谣。 儿童权益促进协会理事长王威军说,这个案子发生以来,家属与警方以及社工因为都一时紧张,以至于传出一些摩擦,但双方对全部的事情都已经解释清楚,生母也表示非常感激警方与社工救援她的孩子。 不过她也希望警方与社工今后能给予家属多一点温度,以及增进恰当对谈的技巧。 生母说,外界传出她的小孩有学习障碍等问题,她已经跟医院确认过,并没有这样的病例或就诊记录,希望外界不要再捂传。 她说小儿子原本是很活泼的孩子,大小便都会说,可见这是生父的管教问题,绝非生父形容的那样。 生母说,她的孩子现在已经有得到妥善安置,社会大众不需担心,而且有律师会全程协助后续的司法部分事宜。 生母更严的说,当社工到场时,孩子还问她要不要躲起来,可见平日遭受多大的心理压力。 她认为案发当天社会处拍了小儿子照片,事前没有经过她的同意,一下就上新闻,其实如果社会处有先告知,她也不会感到如此不舒服。 生母说,大儿子目前准备安置到寄养家庭去照顾,小儿子等到身体状况稳定,也会到寄养家庭跟哥哥一起被照顾,感谢各界的关心。